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餐厅的店长就拿着很多的食材出发去了餐厅 昨天赵薇就已经列出了很多今天要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应该比较不慌忙吧 来到餐厅之后 赵薇主厨就开始了今天做饭的工作 斜过气肉的时候 因为内功太强 所以今天应该比较不慌忙吧 所以旁边的东西都给到了 后来不一会儿 舒奇到了 两个人都开始做自己的饭前准备 之后小白终于买菜回来了 正好这个时候店长的米饭做好了 于是就吃了一点 舒奇做饭的时候 好多网友都说 为什么不把头发搭起来 因为这样很容易把头发掉落 到吃的东西里面 后来多睡了一个多小时的小凯和五阿哥出现 在了我们的视野里面 一到了厨房 我们小凯就想要忙起来 只是打算要做什么的时候 竟然都被做了 于是开始闲了起来 刚刚把店打开 就有一大堆人涌了进来 可爱的小凯一个人控制不了 于是叫了五阿哥出来 后来让顾客点菜的时候 因为不知道到底碗有多大 于是就说是想象中的那么大 温暖的笑容一直在脸上洋溢着 于是客人也不负小凯的众望 点了很多东西 小凯的心里想必都是优积 因此他的笑容越来越大 之后赵薇突然就发现手抓饭还没有上 于是让五阿哥自己上 但是讲原则 六阿哥是不会这样做的 他说这个药店上百万盘之后才能上 后来红烧肉上来了 之前做的时候 小白说这个是水果胶 不会辣 于是就放了上去 后来客人问了一下小凯 他说不辣 可以吃 然后客人就吃了下去 结果全部都觉得很辣 吃完就要冒火 解释一下 小白是四川人 小凯是重庆人 都是可以吃辣的 这点儿辣对他们来说 就像喝白开水一样 后来都做好饭之后 很多菜都受到了好评 让他们的信心被增 不一会儿 舒淇和赵薇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于是开始说前台的两个人 但是五阿哥说 姜还是老的辣 薇姐差点就中招了 但是后来还是反应了过来 客人们都回去之后 都变了天气突然又下起了雨 很多人都来到了这个餐厅地雨 我们明星们很是善良的接待了他们 之前买的火腿还没有卖完 所以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早 于是鹏哥就开始了切火腿的工作 后来知道今天的销售额只有三百多之后 薇姐开始掀起起前台来 但是无奈于鹏哥已经尽力了 只能放弃说教 后来厨房突然就开始了赞良的旅程 每个人都说薇姐做的羊肉很香 观众隔着屏幕 我想都可以闻到香味了吧 到了下午客人又来了 结果刚来 小凯的绿豆汤就被卖了出去 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晚上 我想那个时候看这个节目的观众 都会感觉到很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